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罗西西博士的频道 最近一则视频在各大网络媒体中引起了渲染大波 一个女士在乘坐公交车的时候 在公交车快到站的时候 因为急杀摔下来 我看的评论区有很多的朋友 就是疑惑为什么这么一摔 好好的一个人会突然不幸离世了呢 我的反复看了几遍视频 发现这个女士是站在那里 然后突然急刹车 然后人被向后猛地转在了一个台阶上 所以碰撞的位置大概是在这个位置 可能发生了一个后颅窝的血肿 同时碰撞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会在额部这个地方发生一个对冲伤 由于我们的后颅窝这个地方 它的容积是比较小的 这个地方又刚好是脑积液流经第四脑室 流入猪瓦膜下窗的孔道所在 这个地方呢叫做脑干 也是我们的这个生命中枢所在 它控制着我们人呼吸啊心跳啊等等等等 那所以呢快速膨胀的一个血肘 使得这一个部分的脑组织被急剧的压迫 所以呢在那一瞬间可能引起了一个 叫做小脑扁桃体扇 说白了呢就是这里有一团血 把这个组织向用力的往里面压 所以可能导致了这个脑干生命中枢 受到压迫 那这种病情呢一般来说是非常的凶险的 子丸率极高 理论上呢在送急医院之后呢 应该马上降无压 并且尽快的通过CT定位出它的血肿部位有哪一些 比如在后颅窝是不是前面也有血肿 然后尽快呢就开颅进去把这些血块给清除出来 很遗憾的是可能送治的不及时或者是因为伤势过重呢 这位女士呢就很快的过世了 那顺带呢罗希希也给大家讲一下 不同程度的脑损伤可能会对一个人近期和远期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那如果是轻度的脑串伤 走着走着突然前面有一个柱子猛的撞到了额部 这样子呢算是一种轻度的脑串伤 它呢可能会让一个人几秒钟或者是几分钟短暂的善失一个意识 发生晕眩啊 头晕啊 有的人可能会发生短暂的一个失语 那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在打架斗殴中如果被一个铁棍被猛的击到头部 那这种呢可能是会造成一个中度的一个损伤 那会造成一个个体啊 几分钟到几小时的一个意识善失 甚至是昏迷癫痫发作 瞳孔呢可能会散大 从鼻子和耳朵中呢可能会流出清澈的脑极液 以上说的呢都是近期的效益 那在远期呢就是现在有研究表明 即使是最轻微的这种脑损伤 就小的时候被转到 在远期呢它可能也会加剧神经退席性病变 增加一个个体患老年痴呆或者帕金森的风险 最后呢关于这件事呢我个人想对这个公交车的一些改进 发表一些个人的想法 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公交车它的后半部 有一个这样向上的两层的一个台阶 个人认为其实是有一些不合理的 再加上下方的这些台阶它的边缘都是这种尖锐的 它并没有用一些软胶给它包裹 而公交车呢经常开的速度会非常的快 所以也呼吁国家可能对公交车的结构进行一些改良 好的这一期的内容呢就是给大家讲解了一下脑穿伤的一些小知识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也祝各位朋友们呢日常出行都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